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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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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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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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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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天下 最後一种 您这个病的 孙子 据说 看出来 咱们 他说 字幕志愿者 就在 左手 咱们 您哪位要是有学医的 您将来教教我 我从小而想学中医 很想学中医 说不为名相变为名医 而且学医 对于参透人生 极有帮助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学佛的朋友 都是医生 他们大概看惯了生死 所以更加容易深入佛门 那么这个西游记里面 借这一回 孙悟空呢 给这个诸祖国国王整脉 您要看 我也说 这是熟悉佛家典故的 就知道 这是佛门里面常用的一个比喻 您要看一本书 宗喀巴大师写的 叫 普提道四地广论 那毕人呢 我学的这个佛教的门派呢 就是汉传格鲁派 这个是 格鲁派传到汉地来的一支 那格鲁派的创始人 就是宗喀巴大师 宗喀巴大师留下最重要的著作 就是 菩提道四地广论 菩提道四地广论里面 宗喀巴大师就 告诉后人 作为学博的弟子 要听闻佛法 要有六种想 要一六种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有六种观想 或者六种看待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把自己 当成病人那样看待 我们自己其实是有病的 承认自己有病 把自己做病人想 那么再有一个呢 把说法的上师 或者说佛祖 当成医生 来想 就把他看成是医生那样 来看待 那么把佛祖说的这个法 或者把上师说的这些佛法 当成药方来看待 那您看 这就是很 很 很好的一个比喻 众生啊 因为贪嗔痴 吸引了很多毒素 各种烦恼 形成各种各样的病症 那么要想治这个病 要找医生 那么医生在哪呢 就是佛祖 所以心灵当中的 这个病就要求 去求佛祖 佛祖说出来的这个药 在哪呢 药方都在 经书里面 都在佛法之中 您能不能治好这个病 照着佛祖 开的这个方子 去用这个药 您说有些人就是 看这佛经 很好 哎呀 拿着当书看 那么就就如同的 您到医院里面看病 医生给您开了个方子 您回来拿这方子看 这方子真好 这字写的也好 那这方子真漂亮 天天读方子 不按照这个方子用药 那您这病好不了 所以宗华万大师 就在这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说了这六种 看待六种想 那西游记里面这一回 其实也是这个用意 孙悟空为什么这一次 要大展本领 前面您看西史痛 是诸博戒 一介而行 才能清静 到这一回了 有病了 要让孙悟空来治 您回去查识 西游记原文 我讲的这个故事 今天这个故事 小回目 叫新主夜间修药物 在回目里面 就给您清清楚楚 说明了 心病还需 心药医药 一个心一个药 孙悟空是心 那么要想治这个病 要依靠您的心 而且您要看 佛家常说的一个话 叫心即是佛 孙悟空在所有这些徒弟里面 您往最后看 马上就要说到 就是最后 终于修成正果 唐僧这大徒弟 加一匹佛龙马 只有孙悟空是佛 大徒弟 叫斗战圣佛 那几个徒弟都不灵 净谈使者 金身罗汉 天龙八部 是龙 就白龙马 最后封天龙八部 唯有孙悟空 奉斗战圣佛 和他师父一样 他师父叫 詹谈功德佛 所以只有这位孙悟空是佛 所以这就应和了 佛门的一个说法 叫心即是佛 孙悟空最终成佛 可到这一回上 您看看没有 要让孙悟空来治这个病 那么心即是佛 那佛的 这个医生是谁呢 就是佛 那么孙悟空 把这脉都整好了 小太监 把孙悟空请到外面 神僧 神医 啊不对 我们家国王说了 直接叫您活神仙 您外面请吧 您开方子 我们抓药啊 哎 孙悟空跟着这小太监 来到外头 太医啊 还有晚朝文武都在大殿上挡着他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小太监 一五一十 把里面诊脉 情况这么一说 外头有不少朝臣的 包括太医院的大夫 一听 哎呀 好能呐 悬丝阵脉 愣把我家国王的病症 说得一清二楚 有太医院的大夫就过来了 哎呀 孙长老 您刚才 在宫中跟我家陛下说 这个病症叫做 双鸟失群之症 这是什么意思 哎呀 打个比方吧 好比如啊 有这么两只鸟 一雌一雄 在一个树林里面 在一棵树上 同兮同止 同肃同飞 两个人本来挺好 突然之间 来了这么一场暴风奏雨 把这两只鸟 各自打散 词不能见熊 熊不能见词 词一想熊 熊一想词 不能相见 故而 积欲凶中 久而成病 我给他起个名额 这个病症就叫做 双鸟失群之症 哎呀 旁边满朝文武 还有太医院的官员正义听 频频点头 哎呦 果然是活神仙 神僧神医 活神仙 孙长老 您太了不起了 正是此证 正是此证 那您看 您 您 用什么药 呃 你们国中 药都全吗 太医院的官员 过来 长老 您说吧 呃 我们国中啊 药物是颇全的 您看您用哪几位吧 哎呀 哪几位说不好 呃 不拥什么药 是药 是药都药 你们国中能找到多少位药啊 太医院的大夫一听 是药都药 孙长老 我听说这个人的病啊 有404种 这个药呢 我们国中发现的这个药 有808位药 404种病不能都长在一个人身上吧 那您也不能把808位药都用在一个人身上啊 您那么是药都药这受得了吗 您说出几位来 我们给您去抓也就是了 嘿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呃 长老 我是太医院的大夫 你是太医院的大夫 三年了 你给你家陛下治好了吗 没有 招啊 我来了 我就把病症说出来 三年你都没治好 你跟我这掰是什么呀 嫌你多知多懂 你是神僧啊 我是神僧啊 你是神医啊 我是神医 你是活神仙 我是活神 都是您的 都是您的 我们不跟您争吵吧 孙长老 那都要啊 对 你们国中能找到多少 808位 每位都要 是药全药 都送到会同馆 你们这宫中也没法治药 送到那去 我那有俩师弟替我收药 好嘞 那么孙长老 那每位要 您要多少 每位要 给我来这数 三千 三千哪够实啊 这个数 三两 太少 三斤 三斤 孙长老 甘草黄旗 虽然不是毒药 一次吃 二斤半也受不了啊 您这玩意儿都三斤三斤的吃 给我们国王吃下去 这还能活吗 你是神僧 我是神僧 是是是 孙长老 都是您的都是您的 怎么着 每位要 要三斤 对 三斤 不能缺金 不能缺金端粮 每位要 要三斤 试药都要 都送到汇童馆去 包括 这药碾子 这个乳波 反正制药的工具 一概都送到汇童馆 交由我两位 师弟收管 晚上 我回去制药 去吧 去吧去吧 嘿 这位太医院的 大夫一听 知道什么大夫 三斤三斤的药 八百多位 这太医院也 一时拿不出来 这么些个 这太医院的 这位官员呢 赶紧 到诸子国 国都之中 满城寻找 大小药铺 所有的药 都交来 每位药 药三斤 八百零八位 要凑齐了 一位都不能短 给这位太医院的 官员累坏 这满城跑啊 最后大小药铺 大家凑在一块 八百零八位药 每位三斤 全部送到汇童馆 按下这位太医院的 大夫准备药 再暂且不提 宋空都分完了 你看 师父 没事了 跟徒儿我回去 治药吧 哎呀 赞藏法师 在旁边一听 八百多位药 每位三斤 这得治到 哪位的家 徒儿 你有谱吗 是 看着来吧 早点 师父 走走走走 咱们回汇童馆 弄药玩去 三藏法师 迈步跟着 孙悟空 刚要往外走 还没走出 这个 金鸾殿外 身背后 小太监 快行几步 二位长老 留步 三藏法师 和宋空 站住了 表 一回头 啊 公公 呃 二位长老 哪儿去 呃 随我徒儿 回汇童馆 为陛下 制药 哎呀 长老 有您的高徒 这位孙长老 回去制药 也就试了 长老 我家国王 有旨 命长老您 留宿在宫中 就住在文华殿内 明天我家陛下用完了药 药是病情好转 我家陛下说了 您住在宫中 也好当面答谢 圣僧 您就甭回去了 三藏法师一拽宗空 徒儿 听见了吗 拿围师我当了人质 徒儿啊 回去好好制药啊 可要多加小心 仔细又仔细 千万别出错 明天把药治好了 送进宫中 这位诸子国国王 用了你的药 病好了 还则罢了 病要是不好 有个三长两短 一插二次 我的徒儿啊 你可就要了 为师我的命了 徒儿 仔细小心 放心放心放心 您在宫中住这多舒服啊 比我们的会同馆强多了 您在文化上好好歇着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孙武功是满不在乎 嘻嘻哈哈 辞别了三藏法师 离开皇宫回转会同馆 一进会同馆 朱博戒杀和尚 这顿忙 一看 这跨院里都堆满了 全是药包 大麻袋 一麻袋一麻袋的 从屋里堆到院外 孙武功迈步进了自己住这跨院 高声喊吓 八戒 杀之地 俺老松回来了 朱博戒忙得满头大汗 正在那抬药 一听 哈哈 大师兄 原来 你自己有点小算盘呢 啊 我说 你整天这嘻嘻哈哈呢 这一路之上 到最后取得来真经 取不来真经 修成正果 修不成正果 我看你都不在乎 原来 你这心里头有小酒酒啊 宋空一进门 被诸葛界这一番话说的 蒙头转向 八戒 此话怎讲 猴哥 这万一 取不来真经 修成正果 我看你这有后路啊 你不指着吃饭呢 你光指着卖药 你就能挣钱了 你看看你这 这多少药啊 808位 每位三斤 2404斤 这两千多斤药 这都给一个人吃啊 这剩下了 你打算早卖 这怎么着 宋空一听 八戒 我卖什么药 这些药 都是为治 诸子国国王的病症 啊 猴哥 他们国中有几位国王 国王 就一个嘛 啊 招 就一个人吃多少药 两千多斤药 都给一个人吃下去 这直接就吃死了 甭废话 你哪里知道 知道什么叫秘方吗 哎 我要当众告诉他们 我用拿几位药 我这个方子 不就流出去了 我为了防着那些 太医院的官员 让他们不知道 俺老孙用拿几位药 故而啊 试药全收 我呀 斟酌取之 好 朱布杰点点头 你还有这心眼呢 行了 那您看 这 这么些药 这怎么治啊 先吃饭 先吃饭 别着急 这会工夫天衣完了 会同馆 伺候的官员 准备风风圣上一桌的菜 都是素菜 给端到跨院里头来 几位长老 几位长老为我家国王治病 多有辛苦 我等 供养一桌斋饭 您呐 请用斋饭 风风一 看法子一撇 刚来的时候 您怎么不这么恭敬 给我们知道跨院 光有菜 有饭 连油 连盐都没有 我们还得上街现买去 要做饭 我们还得现生活 这会工夫 恭恭敬敬都给端来了 这几位 会同馆官员 跪在地上 几位长老 哎呀 我等了 有眼无珠 如今 您为我家国王治病 这是我诸子夺之幸 我们应该恭敬 您赶紧用饭 宋空诸布杰沙和尚 把这顿晚饭吃完了 宋空把手一摆 板盘都撤下去 没有我的吩咐 不准进这屋 各自安歇去吧 把会同馆的人打发走 这屋里面 就剩下诸布杰沙和尚 和宋空这仨人 掌声刚来 诸布杰一看 这屋子里头全是药 猴哥赶紧着 快制药 制完了药赶紧睡觉 我可困了 这一吃饱了我就犯困了 猴哥快着 你说这药用哪几位吧 大姐 你呀 先给我 弄什么三两大黄 沙和尚在旁边一听 猴哥 这大黄 为苦 性寒 不毒 能够清理淤治 这位要 可做将军 但是 大师兄 诸子国国王 一病三年 久病虚弱之人 上来就用大黄 大师兄 你可要谨慎 你是神医 我是神医 你懂我懂 善师弟 不要多管 就是因为他胸中欲结不畅 故而要用大黄泄之 大姐 弄三两大黄 盐成细粉 诸子姐真听话 找三两大黄 在旁边 碾药去 把这三两大黄 碾成细粉 给孙悟空一看 孙悟空拿手一眼 嗯 行 嗯 呃 沙和尼 你再去找一味药 猴哥 这回您要什么 呃 要三两八豆 猪借在旁边一听 八豆 这个药 有毒啊 而且 这个药性热 吃下去以后 能倾肺腑之饥寒 通水谷之道路 助排泄 猴哥 这酒病之人 您又用大黄 又用八豆 您这是要干嘛呀 他胸中 有积欲之气 肠胃之中 有酒肌之食 故用八豆谢之 大姐 你哪里懂这些 你是神医 我是神医 赶快去 啥和尚 找了三两八豆 这个怎么办 免成细粉 另外 八戒 八豆 去壳 去磨 另外 不能有油 八豆的种子里面 能榨出油 那叫八豆油 那是另外一位要 所以要把油榨出去 八戒 多准备 几张吸油的纸 包住这八豆 给它碾碎了 油榨出去 吸到纸上 多换几次纸 把油吸干 然后把八豆 碾成细粉 哎 好嘞 真能使唤人的 朱伯介 去碾这三两八豆 又包皮 又去膜 又汽油 最后碾成细粉 拿给孙悟空一看 嗯 行了 我这个 君臣两位要都有了 还要佐食两位 大师兄 您就说吧 您还要什么 沙师弟 带给我找 干姜三两 三两干姜 严成细粉 沙盒人已经这番八了 这个干姜 温中去寒 能够调理脾胃 刚才这两位要 大黄和八豆 一个姓寒 一个姓热 一个有毒 一个无毒 用在一块 拿着干姜一调 还能够中和 对人的身体有好处 哎 啥和上连连头 找三两干姜 也严成细粉 这三种粉都找齐了 凑在一块 还少一位 哎 八剑 东东一伸手 拿了一瓷碗 八剑 到厨房里头 把那锅抬起来 刮这么半碗呢 锅底灰 主播这一听 好多 这也是药吗 废话 这叫百草霜 用在药里头 百病皆致 去去去去去 好嘞 主播这拿这死碗呢 到厨房里头 灶台这儿 把大铁锅撩起来 底下刮这个锅底灰 刮了这么半茶碗 黑锅灰啊 好家伙 拿过来 前面三种药 都碾成细粉 最后是半碗锅底灰 君臣佐使 四位药靠齐了 哎 大师兄 然后呢 哎呀 这得治完 啥和上一瓶笑 师哥 呃 是蜜玩 是水玩 呃 你用清水 还是用蜜来调 或者用醋来调 还是用米糊来调 哎 咱们把它搓成丸子 这药就算支齐了 嗯 都不用 呃 八戒 再给你 茶碗 又找一空茶碗 去 后院 到咱们那个白龙马那 接半碗马尿 朱伯介一听 猴哥 你要干什么 杀活上也急了 大师兄啊 这大黄八豆 都是排泄之药 您用干姜调和 此药可用 您再加上锅底灰叫白草霜 这味药我倒是没听说过 甭管怎么说 最后调成这个丸子 我只听说过水玩蜜玩 用醋用米 没听说用马尿的 那马尿兴骚恶臭 调完这 完了这怎么 这怎么吃啊 诸子国国王拿到嘴边 那里一闻就吐了 实在不停 要是真咽下去 您这 大黄和八豆 有排泄 上面闻完了吐 吃完了以后 底下拉 上吐下泄 病了三年之人 吃完您这药 上吐下泄 这烧得了吗 大师兄 您可想好了 非同而戏 你是神医目 再者说 咱们的马 其实反马 二位师弟 咱们的马 乃是西海龙种 那不是一般的马尿 那是龙尿 那要是调成 药丸 能治百病 快去快去 诸子姐端着这茶碗 真的假的 行嘞 先接会办碗试试 诸子姐跑到后院 狐龙马都睡了 趴在这个 马就这 已经握在地上 狐龙马都睡了 诸不计 躲着这空茶碗 连跑带丁 跑到这马就这 你看 我们才前头 点灯 遨游这 受这么大累 治药 你倒睡了 诸不计一抬腿 咚一脚 起来 起来 赶紧起来 起夜了 这把狼马睡得好好的 睡着着着的 哪里有的 哪里 这事 挨这么一脚 这拨龙马在地上 一抬头 看着诸葛地 一打响兵 那意思 干什么 睡得好好的 踹我干嘛 起来 起来 站起来 这狼马 老的不乐意 把他身子站起来 提子直跑地 放着诸不计 诸不计拿着空插板 瞧那边 把北龙马的眼神往那边引 诸不计 往里一接 快这 来 尿点尿点 尿点 老猪给你把尿 你多等福气 快尿 不计 站着这个气 我睡着着 我没有尿 愣把我踹起来 要接尿 哪的事 老的不乐意了 一个劲打响别 主见 拿着空插板 接了半天 一滴的都没有 端着空插板又回来了 猴子哥 神医 甭给那诸子国国王看了 你先给这畜生看看 尿到结实 尿不出来了 一滴的都没有啊 您先去瞧瞧 并马去吧 松轰 你听 我先瞧 带着沙和尚 也来到这马区 伯龙马 尿点吧 跟着伯龙马是对的 这伯龙马站在这 没尿 哎呀 伯龙马 救人性命啊 随便尿点 尿半碗就行 这伯龙马 急的 大师兄 说了话了 把这伯龙马 急的口吐人言 大师兄 您是知道 我非同反马 我乃是西海龙肿 这一路之上 你看见我随便尿尿了吗 诸不介沙和尚连宋公 一想这一路之上还真没看见随便尿尿 确实为何 大师兄 我是龙肿 我尿出来的尿 要随便落在这草上 这普通的繁草就变成灵芝 有人采去 吃下去 能够延年益寿 长生不老 躺着我过河的时候 随便尿尿 我这尿要被河中的鱼吃下去 那鱼就化成龙了 所以我不能在 陈俗之地 随便撒尿 大师兄 别为难我 伯龙马 此事事关紧要 救人性命 非同儿戏 你呀 多少尿一点 你看好不好 救人性命 你现在也是佛门弟子 伯龙马一听 哎呀 这不是为难我吗 好嘞 你得接住了啊 宋公拿手一摆 伏地捧着空插碗 对着底下 再看着伯龙马 两个蹄子 使劲王起这么一胎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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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嘀哒嘀哒嘀哒 嘿 好家伙 这掉筋道子了 这哪是尿尿 费了劲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匹波龙马呀 滴在了这么半茶钟 真对得起宋宫宫了 朱布杰一看 行了 有半茶碗 猴哥 够屎了 够屎够屎够屎 辛苦辛苦 波龙马 接着睡觉 接着睡觉 师兄第三个人 捧着半碗马尿 来到前头 把这四味药 和在一起 把这半碗马尿 往里一倒 一和 团 一搓 揪劲 揪了这么三个大忌子 朱布杰用手这么一搓 喝 每个药丸都这么大个 您想 一味药三两 一味药三两 好家伙 凑在一块 这大药丸子 大核桃相仿 宋宫一看 大了 这么大药丸啊 这 这怎么吃 猴哥 不大呀 这么大药丸 我一嘴吃仨 都碰不着嗓子咬 直接就下去了 你拿这药丸当丸 都不成啊 它太大肢 凑好点 凑好点 夜景更深了 赶紧去 朱布杰 搓了这么三个大丸子 喝乌黑发亮 哎呀 东方言 凑合吧 凑合吧 找个好看点的盒子 弄了一个小锦盒 三个锦盒 要搓个小药丸呢 一个锦盒就装进去 这不成 弄仨锦盒 三个大丸子 搁在里头 盒盖一盖 行了 明天天亮了 他们宫中来人 把药交给他们 这哥仨 折腾半天 睡了这么一会儿 转过天来 天亮了 诸子国国王 撑着病体 生作早朝 就等着这药呢 赶紧来啊 朝中的官员 到会同馆 面见孙悟空啊 孙长老 这药治好了吗 哎 药治好了 来呀 把这三个盒子 拿过去 三个盒子 交给朝中来的官员 这官员 打开这盒子 呵呵 好的个儿 乌黑发亮 啊 孙长老 这药 有名字吗 您告诉我名字 我回复 我家陛下 也好服用 哎 这个药嘛 叫做乌金丹 主播剑已经可不是 拌碗锅底灰 祸在里头 可不是乌金吗 乌金丹 哎 孙长老 吃这个药 有药引子吗 如何服用 哎呀 这个药啊 有两种药引子 可以用 这两种药引子 用哪一种都成 我说一个简单的 你们好找的 把这药送进去 那您说 回去 把这三丸药 交给你家国王 找个药引子 这个药引子 叫做六物汤 什么叫六物汤 六种东西 熬成汤 熬完了汤 晾得温凉不着 不烫嘴了 把这药送下去 有这六物汤 送我这乌金丸 你家陛下 可以说是药道病除 哎呀 孙长老 敢问 这六物汤 用何物熬制 哎呀 你要想问 这六物汤 何物熬制啊 再等一个礼拜 咱们是下周四 接言 谢谢大家